5月7号下午,在成都市万年综合农贸市场内的一家菜店门口,已经有数位外卖小哥等待订单下单。 该菜店周边三公里范围内的用户只需要打开外卖软件,选择门店后挑好需要的食材和数量下单。 下单后,就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按照订单在店内或者去市场内的商铺采办食材,再由外卖小哥快速配送。 32岁的董少奎是这家互联网菜店的老板,疫情发生后,他索性关掉经营了6年的餐馆,和几位合伙人一起商量转型创业。 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,他们一致看好因疫情迅速壮大发展的线上菜店行业。 走进店内,店员正忙的团团转,不仅要按照订单内容将食材装带,遇到有加工要求的备注还要现场操刀。 董少奎介绍,多年的餐饮从业经历,让他和他的团队对于食材的挑选和初加工有着丰富的经验,更能满足顾客对于品质的要求。 其实我们之前都是在做餐饮,因为疫情的一个影响,那可能餐饮方面的一个工作没有办法继续。 其实我们的整个团队对于食材的一些选择,比如说像一些新鲜食材的采败, 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客户,他对于某些食材,他有一些蓄皮,切丝,切片的一些需求, 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帮他处理掉的。 董少奎说,线上订单的供货员主要是大型农产品企业, 但还有部分订单是需要店员去市场内的优质商铺现场采买。 卖了二十多年蘑菇的盛本会表示,疫情发生后对于他的生意打击很大, 逛菜市的人少了就会出现压货等情况。 和互联网菜店合作后,销路拓宽了,压力就小了。 每天你买得到几百块钱的话,疫情期间的时候, 再好,帮我们接受点压力,春花就给我们提供去走了。 周围市民很多都在互联网菜店有过网购经历。 有市民表示,之前网上买菜是因为疫情原因, 但现在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。 再加上复工复产后,买菜时间变少, 下班前下班买菜已经成为新的生活节奏。 从刚开店的每天十几二十单,到现在三个门店, 每个店平均每天二百六十多单,日营业额近万元。 董少葵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。 他说,很庆幸创业的信心没有被疫情所击倒, 今后会更努力精英店铺,为顾客的菜篮子把好关。